一名老翁戴着安全帽躺在马路上 两名救护人员小心翼翼将他固定避免再度受伤 借着合力送上救护车 因为这名老翁才刚发生车祸血流不止 车祸现场一辆重机横躺在路面上 方向灯还闪个不停 另一台机车也倒在一旁车厢都撞到掀了起来 事发就在6号凌晨2点多 一名廖姓南大声骑着重机行进高雄三名驱使 一辆机车突然从施工处旁进行机车人行道冲出来 吊姓南大声刹车不及直接撞上 导致他身上的衣服因为车祸摩擦地面出现破洞 安全帽也可以看见上面伤很累累 这台车多久啊 不知道两个礼拜 所以你撞了第二台 这是第二台 对 我就是那台坏掉了 那台修更贵那台修了快9万 只换一台新的 吊姓南大声毫无奈 因为先前一台价值14万的重机 被违规闯红灯的车辆撞坏 没想到两个礼拜前 他才换了一台新的20万重机 却遇上老汪违规骑在进行机车的事工区域人行道 导致双方发生碰撞 后续车祸责任由警方调查中